如果你的股票出现这样的巨量阴线 次日就跌破巨量阴线的最低价 该怎么办呢 认真思考了一下 这不是典型的高位巨量阴出货模型吗 赶紧卖掉吧 结果股价果然迎来了一波大幅的下跌 非常的棒 让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图 又出现了巨量阴 次日直接跌破 和刚才的图形一模一样 不用想了果断卖掉 结果股价不跌反涨又被骗了 这是为什么呢 正在听课的你是不是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如果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那这个视频建议你一定要认真看完 答案就在其中 今天给大家讲解 只要看三根量价蜡烛 就能知道什么样的破位巨量阴是不用卖的 第一次听课的朋友 建议点赞加关注 便于后期持续收听我的课程 今天的主题是 主力洗盘与出货密码巨量阴 股价经过上涨之后出现了巨量的阴线 次日就跌破了巨量阴线的最低价 那出现这种模型后 何时看涨何时看跌呢 点个赞继续看 如果破位之前前方有大阳线 则以大阳线一半为强弱线 不跌破强弱线 随后放量上涨 洗盘结束 拉升正式开始 如果没有大阳线 则以巨量阴线的最低价为强弱线 一旦向下跌破 就表明开始出货 股价会迎来快速大跌 学会了巨量阴洗盘与出货密码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的图形 在出现巨量阴之前 前方并没有大阳线 随后直接跌破巨量阴的最低价 表明主力开始出货 因此股价展开一波快速下跌 在第二个图中 在出现巨量阴之前 有一个大阳线 虽然股价跌破了巨量阴的最低价 但是并没有跌破大阳线一半的强弱分水岭 随后再次出现放量阳线上涨 表明主力洗盘结束 拉升正式开始 因此出现了一波快速的上涨 通过刚才的学习 我们已经明确了 在巨量阴出现之后 一个重要的标准 就是根据前方是否有大阳线来确定强弱线 同时根据后期股价在强弱线之上还是之下的走势 来确认是主力出货还是洗盘 那么在实战中还有一些其他的要点 我们需要注意 接下来我讲两点 第一个是很多股票即使在出现巨量阴之后 可能并不会马上第二天就跌破巨量阴的最低价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根据之前的视频 大家只要之前听过我的视频 我讲过成交量的五大信号来确认主力的洗盘与出货 其中讲到了关于高位放量的位置问题 那么里面重点讲到了上升的一个位置 在哪个位置附近更容易是洗盘 在哪个位置以上更容易大概率是出货 好的 我们先来简单的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讲过的识破主力是洗盘还是出货 所以我们在之前的一个视频里学到过这五点 那么今天呢 我们结合今天的巨量阴的识破洗盘还是出货的密码 来结合这个第二点位置 于是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上一次我们的视频里学过的方法 也就是说在这张图里 我们其实依然可以结合我们今天的方法来进行讲解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按照图中的现象来看 图中的这个位置的量是蛮高的 还有这个位置以及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那么如果按照今天所学的办法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例如在图中的这个位置出现的红色的量 那么这个是一个假阴线 那不算是真正的阴线 好我们来看这个这个应该是真正的阴线 那么量能呢 算不上巨量 位置呢 也不是很高 好我们随后来看这个位置的这个蜡烛 我们确认啊 量能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跟红色的量相比 也是阴线 位置也是超过了60% 所以这里就要非常注意了 于是我们讲到今天的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要结合所在的位置 由于此位置上涨幅度已经超过了60% 我们要重点注意高位的放量阴线 随后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立即出现 第二天就跌破巨量阴的最低价 所以这里并没有出现危险 好我们再来看这根 那么这根呢仍然是红色蜡烛 但是不要忘了这根是假阴线 也就是说虽然是高开低走红色蜡烛 但实际上这根是长的 所以这个不算巨量阴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蜡烛 高开冲高回落 高开低走啊 吃掉前面绿色蜡烛一半 这个是乌云盖顶的形态 符合在我们之前的视频里讲到的啊 出货一般在较高位置蜡烛容易冲高回落 然后我们来看量也是整个上升以来最大的一个红色的量 绝对称得上巨量阴 但不要忘记并没有第二天直接就跌破巨量阴的最低价 所以还要注意在现实的交易当中 很多股票即使是高位也出现了巨量阴 但不见得第二天就直接跌破 所以有些股票可能会震荡横摆一段时间 再次出现一根阴线 直接跌破这根巨量阴线的最低价 即使前面是一根大阳线 我们的大阳线标准是至少超过5% 而这根的红色蜡烛实际上它的收盘价 不管是跟巨量阴线的最低价 还是跟前面大阳线一半相比都已经跌破 所以这根蜡烛已经确认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主力出货 所以随后就应该有一个快速的下跌 所以温故而知心 大家平时在收看我的这个频道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把之前学过的内容 以及最新的内容能够持续的进行结合总结 达到提高的目的 最终达到温故而知心 而不是呢 学一个知识点 就忘一个 这样的话呢 非常容易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希望今天我们通过巨量阴线前后的走势 以及我们之前学过的成交量五大信号 判断主力是洗盘还是出货 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判断 高位放量阴线之后如何去快速做出决策 巨量阴线不一定是主力出货信号 要看前方是否有大阳线来确认洗盘还是出货 你学会了吗 如果还有一问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是专录老师 关注转发加点赞 后期精彩持续看